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们从鸡舍的大便跟康坯 它能够有营养 在农地心情照料各式花草植物 他是牧师劳如林 小六隋家人移民美国 在当时奠定扎实的信仰 因为一心向往宣教 习得护理知识 甚至拥有法国兰代厨艺学校的专业背景 更跻身NBA球队采购经理 在不同领域顶阶拔萃 却勇于回应上帝的呼召 进入全职服饰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低头来祷告 最后考量于亲情 放下美国的一切 居家返台 除了在竹岸之家的服饰 也积极投入社区服务 集十八般武艺于一生的他 可以说是最斜杠的牧师 来拍拍拍手 陈芳荣 拍拍拍手 拜拜 拜拜 朋友们你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 今天我们现场的来宾 过去的经历非常精彩 他过去有曾经是那种顶级的 法式料理的餐厅的厨师 然后也是主管 不过现在他却是在花脸 牧会 要来经营教会 要带一个客服班 生命转折变化 看起来是还蛮大的 今天就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自己的生命故事 欢迎姚如玲 牧师你好 谢谢平安 主持人平安 过去讲到这个法式料理 一听起来就觉得 很不一样 他最讲究的是什么 在吃法式料理 就是在他的酱汁汤汁 因为需要漫长的时间来熬制 吃一餐感觉起来也很好时间 非常好时间 吃时间通常大概两到三个小时 很讲究 非常讲究 每一个细节 而且是小份小份的 不会太大份 然后搭配他的饮料 他喝的东西 他的汤 其实是整个的流程 都要精进计算的 因为一桌 可能有四个人到六个人 甚至八个人 那我们就要同时间 四个人可能不同的餐 六个人不同的餐 八个人同时间 都要同时间上桌 那是最困难的 那是最困难的 然后要配的酒不一样 没错 刚才说喝的里飘 其实就酒不一样了 没错 料理是一种享受 让吃的人能够享受到 厨师的对食物的热情 所以吃人吃得开 事情对厨师来说 是很大的肯定 是 没错 你小时候在家里头 对于饮食文化 就特别注重吗 在家里面 因为我爸爸 家里是爸爸煮饭 对 爸爸是点心师傅 那我外公是因为 他留法国 所以从小 虽然后来才跟外公住在一起 但是是从小 他们受到在北越的时候 受到这个法国人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爸爸是广西人 所以从广州的食物 跟法式料理结合在一起 那小时候家里头的饮食文化 你说是爸爸料理吗 对 那吃的东西 对 吃的东西都是 因为从小 大当因为我在台北出生 华联长大 所以从小即便到美国的时候 爸爸都是一手长厨 都是吃些什么东西 有很特别的家里面 通常都是港式的东西 听了就觉得很羡慕 是 是 是 谢谢 不是 应该说你小时候 是在台北出生 后来是在华联长大 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班级 爸爸妈妈是乔生来台湾念书 然后在台湾结婚之后 就生了我 就到华联教书 爸爸妈妈两个人都是老师 以前也是要住在学校 配给老师宿舍嘛 对 对 我们就是在一个老师的宿舍里面长大 所以这个家里头感觉起来还蛮稳定的 是 是一个公教家庭 没错 是 爸妈对你们的孩子教养上面 态度也会比较严厉一点吗 应该说是严厉 但是也因着他们在偏乡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画在学生身上 所以我等于是非常的自由 非常自由 太自由 太自由 常常逃课 常逃课 你是老师的孩子还想逃课 是 所以这个很特别 就是不想念书了 那爸爸妈妈会 爸爸妈妈我想他们串通 因为很多时候是考试那一天 我会突然间生病 然后后来就老师就不告诉我 哪一天要考试 然后就当场考 那小时候还有在 算是在比较乡间的地方长大 对 因为乡间就比如说 我们穿着鞋子去上课 拎着鞋子回来 鞋子掉到哪里都不知道 所以总是在放牛扮 就是我们就假扮 假以饼 我永远都是吃饼的 那启师傅应该还是有点着急吧 因为几乎都是老师的孩子 所以升学压力大家都有 那我就觉得说 我只要跟得上就好了 虽然是排名在后面 但是我觉得还不错啦 反正就每天都玩得很开心 是 没错 那怎么后来家里还甚至还移民到美国去 因为爸爸妈妈很早就申请移民到美国 因为阿姨嫁给一个美军 最后是台美断邦交的时候 不得不去 因为我们一直延后好几年 在台协会说 你怎么再不来的话 我们就取消你的签证 所以我相信也是为了我们三兄弟 特别是为了我 给我一个 真的是为了我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因为去到美国才知道 爸爸妈妈多辛苦 40岁重新开始 人生的生活 然后想说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成长环境 是 真的是这样子 你那时候去美国的时候 自己多大年纪 大概11岁 会讲英文吗 不会 一句都不会 所以要去之前是什么样的心情 那时候最后去了那半年 妈妈开始强迫我写英文 ABC开始写 会觉得紧张 期待 害怕 还是 那个时候可能太小了吧 没有觉得说会怎么样 就是一个期待 好像要换一个 当初去玩吧 传统的厨师帽子 通常是用纸做的 那这个是 因为纸做的话比较不环保 因为每次都要换 那我们通常有的时候会用布的 那布的话 第一 防止头发掉到食物里面去 第二次是因为厨房 移民美国后 劳如林宛若新生 甚至考取法国蓝带 厨艺学校 美国分校 成为顶尖的法式餐厅主厨 在母亲节的时候 我们好像举办了几次母亲节的大餐 就是请妈妈来一起吃的大餐 然后她就会下厨做法式烤羊腿烤羊排 有她在我们当中 不但我们好像临命可以 就是好像得着胃两年 那个肚子都都也一起都照顾到 刚认识她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个男生护理师 我很难想象 然后呢 她又是厨师 哇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 是在学院 我们正要上课 她说好 等一下呢 我就来弄 她算是做巧克力吧 我就 我傻勇 说要上课的老师 居然在前面做巧克力 她就是一个很喜欢交朋友 很喜欢分享东西 给别人的这个心态 她是当法式的厨师 所以需要有艺术 然后也需要就是有discipline 一板一眼 不能出错 然后也是需要在短时间内 做很多事情的 然后也是需要同时间 兼顾很多东西 对 她们当时就是 有六个路子 每一个东西 每一个上面都有火 然后都是同时要做很多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后来 她进到服事的时候 这个也有帮助她 同时做很多事情 在早期要过移民生活 其实刚开始 真的要融入当地的文化 这经济的过程 还蛮辛苦的 其实牧师刚刚讲 尤其是对爸爸妈妈来说 你说去的时候 爸妈四十多岁了 对 没错 那等于是 你们去那边还可以教书吗 应该是不行 她们 妈妈当初 有试着去考教职执照 但是她觉得说 时间太长了 所以导致就 爸爸妈妈就找工作 爸爸就去餐厅 当港式点心师傅 妈妈就到化学工厂 当技术人员 因为妈妈是学农业化学的 那在你那个年纪 你能够感受到 父母也要花很多的力气 适应在新的社会里面 是 非常的辛苦 因为他们早出晚归 所以不得不自己 刚讲起来 站立起来 然后珍惜 爸爸妈妈给我们 一个新的一个环境 一个机会 那就你们孩子来说 你们的适应状况呢 两个弟弟比较容易 适应那时候 他们五岁六岁 对我来讲的话就不容易 因为每天 等于是要强迫 一天可能要被二十几个单字 写字 然后重复写 还好是因为 有一位好的一个 基督族的老师帮助我 我大概半年就进入到普通班了 那很快 是 算快 是 然后又碰到好老师 是 真的好老师 您刚刚提到他本身也是主内 他是主内的 因为我是他第一个学生 他是一个语言学 语言学的一个老师 所以他花 也是一对一 所以为什么会半年的时间 也是因为老师的关系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老师 您开始对信仰有接触吗 没错 对 因为虽然外公是基督徒 但是爸爸妈妈 因为工作的关系 没有去教会 所以外公后来第二年 我们带到美国的时候 他说我们三兄弟 一定要去教会 当然因着老师 因着外公的缘故 我们进入到这个西亚 那因为我们的牧师 李隆之牧师 因为他是一个退伍的 海军的一个军舰的舰长 那他移民到美国 特别特别照顾我 等于就是我成为他的翻译 他讲中文 我讲英文 所以也是强迫之急 英文要赶快好起来 所以在那段时间 对你的信仰的基础来说 是很关键的 非常扎实 因为牧师必须要写竹枝稿 所以他用竹枝稿 然后我要把它翻成英文 所以我的中文跟英文 要同时间要提升 除了语言方面 您自己在那个年纪才十 十四岁 十四岁 对于信仰有什么特别的体会吗 这么小的年纪 因为我是跟着牧师出去探访 老人家 年轻人等等的 我就看到一个牧者的一个心态 关怀 特别关怀的新移民 就如同我刚来到美国一样 所以就是可以帮助到他们 融入到美国的社会 所以你是被这个牧者的形象感动 对 非常非常感动 因为他那时候年纪也不小了 六七十岁了 但他愿意花时间 在一个小伙子身上 我真的很感动 你就跟着他 是 然后帮着他也跟着学 对 那这影响到你日后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或想要服侍这些 当下其实我就有一个意念想说 那我要成为一个宣教师 所以你有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那时候 在高中的时候我是考护理系 考护理系 对 想说考护理系的话 我就可以跳到医学 医学系怎样子比较快 如果以后要去宣教的话 对 因为你到偏乡里面去服侍的话 你必须要有一点护理背景 所以后来有念到护理系医学系这样子 对 原本是有考到医学院 但是我去递资料的时候 我把12月1号看成12月11号 所以等于说我原来的第一个学校 要被录取的时间错过了 就是要补件 所以就申请第二个学校 申请第二个学校变成学费太高了 家庭就反对了 所以就放弃了 就放弃了 那结果呢 是因为这样转去念厨艺吗 那时候刚好也出了车祸 又出车祸 又出车祸 是在什么 对 就是带着同学上舱去玩 然后车子就像云霄飞车飞出去了 对 所以导致脖子受伤 手受伤 但是还是硬着头皮 想说医生不能当的话 那我就当厨师吧 是因为小时候看爸爸煮 所以自己也喜欢煮吗 对 因为做到 因为外公后来来的时候 他吃的东西跟我们港式的食物完全不同 所以他都吃法式料理 他自己料理 然后我就在旁边看 所以受到外公跟爸爸的影响都有 对 所以刚好 波特兰市刚好有一个法国兰代书衣学院的分校 所以我就报名去报考 结果通过了我就继续念了 所以也喜欢 是 是 是 那时候后来 孙文耀决定回台湾 心里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一种感觉 好像失去一个朋友 突然间心觉得怪怪的 今天要请大家来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我们这块 为我们的祷告施工来继续祷告 劳如玲跨界在不同职业领域 并且表现出色 但他选择急流勇退 回应呼召踏上全职侍奉的路 太太柯宜如成为最大的后盾 要能够做到当时他在这种很 5 star这种club里面的 等于是一个主厨大厨 下面又带了不知道多少的厨师 那其实要我们说撇下一切 去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跟随神 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 当神呼召一个man 那他的另一半其实就是他最好的同工 就是当全世界人都不理解他的时候 那他最亲密的同工 我们必须要跟他站在同一阵线上面 而且是我们讲完全的全心的支持 来帮助他的头 他的另一半能够来一起 我觉得这是夫妻必须要一起 能够来领受这个呼召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勞牧师是一个叫什么 很有想法的人 然后他的想法都是比较是很 就是好像接收到一个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勞牧师就是往前冲的那一种 勞师母就是会好像打理这些后面需要跟上的东西了 牧师原来是要激化到这个纽约去要念医学院的 结果后来一个转折之下留在原来的地方 然后去念了蓝带厨医学校 我觉得神安排有时候很特别 就是因为这样认识的师母 今天也来到我们现场 一位师母你好 你好 所以两位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认识的 我们是同一个教会 同一个教会 对 教会认识的 那我那时候是在中文组 老牧师是在英文组 我们一个月有一次的联合聚会 那老牧师是在上面当翻译 我那时候就觉得他很帅 很帅 因为西装笔挺的 对 站在上面翻译就觉得好帅 又很有自信这样子 对 那老牧师什么时候对师母有特别的想法 因为那时候后来 师母要决定回台湾 心里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一种感觉 好像失去一个朋友 所以你们原来关系就还蛮密切 就是会互动 但是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没有特别的 也不是说有很深的私交 会常常约出去吃饭看店 就是可能是团体生活 团体生活 对 就是一般朋友 一般朋友 对 然后他就说要回台湾 对 对 突然间心觉得怪怪的 可能其实找到这些女生有感觉只是自己没有发现 是 真的是没有发现 等到她说要离开的时候才会觉得怪怪的 那你做了什么 有一次那一年的圣诞节的时候 刚好教会把我们放在一起当节目组 然后我就想说趁机会塞了两盒巧克力 在她的包包里面去 所以就开始了后面的一些的交谈 你说你本来就觉得这个弟兄很帅吗 对 拿到他给你的巧克力 那时候她是用那个Sigure Meyer 就是她是藏在我的包包里面 对 然后她都 刚开始她都说那是 她给的 她给的 所以你也不知道 对 然后因为我们也是同一个学校 有一次她来我们那边的时候 她就 进来的时候她就说 你那人家送的两盒巧克力 两盒巧克力怎么不吃怎么摆在那里 我就知道了 因为她怎么知道不是我买的 对 然后你们结婚也很快 是 不到两个月 不到两个月 你说从那个情人节 对从情人节之后不到两个月 我们就决定结婚了 怎么会这么确定呢 其实我们认识七年 当然不是说很熟的朋友 但是我觉得说我们的意向都很相同 岳父当时也是老师 我爸爸妈妈也是老师 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背景都非常的相同 而且又在同一个教会 对 那后来牧师就是真的餐饮学校毕业之后 直接就到了 我刚刚提到那高级的法式餐厅 对我在高级俱乐部餐厅 我管理三十个厨师 供应两个高级餐厅 因为是一个私人俱乐部 所以我们的客户都是高官员的 所以对你的要求也很高 非常的高 所以我才说吃饭可能吃三个小时 而且一点差错都不能办 不能差错 所以我的责任就是擦盘子 最后一个 我叫餐 但是餐要透过我才可以出去 你要确认 对对确认 每一餐都是干干净净的 不能有任何的差错 因为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那后来因为之前车祸的关系受伤 所以不得不换跑道 换到波德兰投王者当时才够经理 当然公司还是希望留我下来 但是我想说 趁机会换个跑道 因为当初刚好波德兰投王者 在转型当中 从一个小的体育场 到一个大的体育场 所以他们等于是洗盘 换了整个的新的一个组织 一个团队 所以当初我就想说试试看吧 在那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经验 一天上16个小时 16个小时 16个小时 因为我要先进场 还没有比赛之前 我们要先进场 对 可能是从早到晚上 因为通常都是晚上的 比赛时间 对 但是我们先进 因为有80个餐厅 有点像美食街 我以前过的球场很大 对对对对 而且我们是现点现做 所以等于是我们预备的时间 是要非常的小心 然后有时候一次应付进场 看球赛的人很多的时候 对我们应付大概要3万人左右 不包含包厢 对 所以才有80个餐厅 五层楼 天哪 那你那时候有假日吗 因为很多球赛也会在假日的时候 对就是我们当然要求 是礼拜天早上去教会 但是如果说没有活动的话 有活动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再唱 是 是 那这么长时间压力大的工作 是 在那段时间 是 有办法顾到家里吗 所以这就是最大的原因 真的是没有办法顾到孩子 而且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我还在忙着打电话 很对不起他 忙着打电话 就是人到不了 是 没错 远距离控制 所以师母那段时间 会对先生有一点抱怨吗 他工作实在花太多时间 在工作上 我在厂房的时候 那 其实他都已经请假了 对 然后 他还拿着电话在那边联络公司 对 然后 那后来老板就说 你就不要再打电话来了 因为 你都已经进了厂房 对 对 对 就是他已经忙到一个地步 就是连老板都看不下去了 那你做太太有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被冷落的感觉 其实我 嫁给她 我其实也蛮认命的 那师母也很委婉 我嫁给她还是蛮认命的 所以因为这样子后来又才会又换了工作是吗 对 后来因为师母的姐姐在加州做建筑公司 所以我们就决定跟公司辞职 那时候师母是在一个高科技公司上班 所以我们两个离开我们的职位 就搬到加州 开始建筑的一个生涯 因为我们在波特兰图方船的时候 我有参与在他们的建造体育场的 大巨蛋的工程当中 所以学了一些工程的一些技巧 所以听起来好像跨度很大 但实际上先前有一些训练 都已经在进行 对对对 所以从兰图 买卖谈判等等的 因为要跟公司行号 政府来谈判一些的规矩 规格 这样想起来好像也没有几年的时间 就从在高级餐厅俱乐部 然后到了NBA托房者 然后到了加州的建筑业 但是就是每一个转换 感觉起来都是很不一样 因为很多时候是机会来找我 对 建筑业在加州那时候 应该收入也会很不错 那时候非常的高 因为那时候1996年的时候 等于是在矽谷 加州矽谷那时候房地产 是非常赚钱的一个时刻 那自己的事业做这么好 怎么会开始想要做全职服饰呢 因为有一天我们的牧师说 你第一要去念神学院 第二有一天会回台湾 所以你就先预备吧 他给你发了一个像这样的预备 是 对 你听到的时候你的反应是 当初我觉得说也蛮挑战的 我就接受了 因为当初是一个全新的神学院 他们需要一个干事 从会计 从出纳 图书馆 所有的文书处理都要一个人包 因为刚开始 所以我就任命就跳进去了 你就先去了神学院 对 一面念书 然后一面当同工 半工半读 可是你放掉了在建筑业 很好收入的工作 没错 非常高的薪水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 出于神的神负责 出于我们的我们自己负责 对 师母也是同样的 对于先生要离开这么好的工作 其实第一个挑战就是在财务上面 那尤其我们是在戏骨 所以其实开销都蛮大的 对 还是有一点压力 对 后来我离开神学院之后 在一个电脑公司上班 那刚好是圣诞节那一天 然后在一场 我原则上应该 今天不能再坐在这个地方 但因为一个大货车在我的后面 大家都停下来了 像停车场一样 他本来应该撞上我的 结果他就闪到旁边去了 所以造成别的地方车祸 他插撞的车子 也应该波及到我 本来是都远离了我 对 所以那个对于你 接下来要做服饰工作 有很大的影响吗 对 因为当天早上 牧师邀请我全职 那同时间公司也 把我加薪水 要我留下来 所以两难之间 必须二选一 对 回家就跟师母商量了 我们就决定 离开公司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说 要回应神的呼召 因为我的命是神的 对 但是捡回来的 我真的当下觉得说 不应该活着的 那后来回头 师母听到牧师分享 他今天发生的事情 你当时心里有特别的理受吗 其实那一天早上牧师邀请他在 教会全职服侍的时候 他又打电话给我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 我就不答应 那一次你就不答应 我那次是不答应的 因为我的个性 比较是在角落的 那如果是他在教会 当传道的话 那我就是师母了 所以大家的眼睛会看着我 我那时候就一直想到自己 一直想到自己 但是当他回家的时候 跟我分享车祸的那一件事情 就有一句话 从我的脑海里冒出来就是 生命是赏赐于耶和华收取的 也是耶和华 所以不是我自己要做什么 而是神已经帮他铺了一个 全职的服侍的道路 那我就是顺服 我就只要顺服就好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神 就是谦卑下来 降服在祂的前面 就是说如果是出于神的 那就一切造神的旨意去做吧 为了照顾在台高龄的岳母 劳如玲决定举家返台 在没有清楚看见 未来服侍方向的情况下 再在挑战她的信心 如果不是因为深深的爱 然后将师母家里 事如己出的话 她是没有办法去接纳 然后因为她自己 连老的父母也在美国 所以要做这样的取舍不容易 来到这里没有人认识她 即使她在美国有多好的成就 也不会有人相信 因为根本我们都对她在美国 完全不了解 但是她的心态 我觉得那个放下的心态很重要 所以她来到这里 我看到一个那么勇敢的牧师 然后带着全家不是她一个人 也不是来台湾试水温 再决定要不要全家来 挑战更大就是她去认识周边的牧师 而这些牧师可能对她来讲 都不是很熟悉 尤其是我们部落偏乡 或花蓮本来就留在这里的 比如说长老教会之类的牧者 对她来讲是都不熟 但是她必须要去跟他们认识 神在带领她的就是一个很 就是跟一般的牧师不是 不太一样 因为一般牧师就是在教会里面 带会友带教会里面的这些人 可是她比较像是就是 就是到处去不同的地方 然后比较像在做连结的工作 就是她会跟各个教会各个机构 就是有很多的连结 然后她可以很就很妥善的用这些资源 然后可以把这些资源都用在很适合的地方 以前写过一首歌叫做《在水上行走》 那我觉得我跟她都其实在过去十多年 在跟随神的这个道路上面 我觉得我们都在水上行走 然后去做很多事情 是没有一个团体 没有一个教派教会的支持 你必须要凭着信心来面对的 那就像上帝给她的这一个 Vision这个意象 为她预备的一个佳南美帝吧 那这个是要很大的信心 爷爷知道我们家要回去的时候 他就想说我们就是那么辛苦把你们带来美国 然后现在又要回去 然后他就说如果你去台湾的话 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 对 然后他们就好像有两年就没有讲话 如果是我的话 然后想象我自己就是在美国住了三十年 然后突然要放下一切然后去台湾 我觉得应该是蛮困难的 其实原来这个牧师先前就有跟你讲说 会要回到台湾 但到真的回到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当初岳母在2006年的时候出一场车祸 后来我们就决定全家搬回来照顾妈妈 就单纯是因为岳母出车祸 对 因为师母当初嫁给我 我觉得是她为了我留下来 那相对的现在她妈妈出事情 我觉得说我也要回来孝顺父母 对 那我们在美国其实落地生根这么久的时间 是 这样跨海搬到台湾 是要下很大的决心 对 非常大的决心 而且所有的家人都反对 唯有一个人很不起眼的一个刘荡翰 鼓励我们 他不知道我们回来要回台湾 那神透过他说你必须要回去台湾 所以刘荡翰是我们早期在教会有做事工 那他不定期会出现 那他就当下我下飞机的时候 师母跟孩子还在台湾 我就要去跟教会第一 那个辞职书的时候 他出现了 然后这个刘荡翰就说 你必须要回台湾 回到那个小岛 为神继续服侍 但我想说 因为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说 我从哪里来 从哪里去 你怎么可以知道 刘荡翰提前说你要回台湾 对 非常的清楚 他是西班牙医 他是西班牙医 所以理论上跟你要去做 完全没有任何连结 完全没有任何连结的东西 是 然后你听到他这么讲 你应该 我真的是哭了 你就哭了 当下真的是哭了 那你就 当然就没再多想了 对 我就勇敢地跟教会 说我们要离开 当下教会不同意 爸爸妈妈当然也不同意 但是我们觉得说 我必须要回应师母的需要 我觉得说我必须要扶持他 我们全家就回来了 所以师母对于先生这样的决定 心里头应该也是很感动 对 因为当时我们要走之前 其实没有一个人是赞成的 对 那我觉得来自先生的支持是最重要的 孩子那时候多大了 老大跟老二就是小学的年龄 然后老三刚出生 也是一个家庭 要顾孩子特别辛苦的时候 然后要举家搬起 孩子等于也是适应新的环境 对他们来说 那一回来就到了花莲了吗 我们先第一年在台南陪了 陪了岳母十个月 因为当时妈妈是住在台南 对 然后后来妈妈突然间好了 她可以下床了 那我们就介绍要求去花莲慕会 我们的牧师 在美国的牧师 她也是这个体系的 所以就介绍我们 刚好花莲这个家会有缺 所以我们就又再点上了 所以符合她当初所说的预言 就是说 你会回台湾去服侍 所以就成见了 对 而且回到花莲 对你来说 又好像回到自己老家一样的感觉 对 真的是很温馨 我觉得能够为相亲能够服侍 是一个付出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 在服侍早期 就是回到台湾服侍早期 还有发生过国道车祸 一个让你觉得很神奇的经历 是 对 那天早上是 刚好是礼拜六早上 是 我们从陶渊机场到台北火车站 然后在中间在泰山交流到那边出车祸 那那个国光号的车子出的状况 插撞了三次 然后第四次被一个大的货车撞上去 所以我们像那个乒乓酒一样碰来碰去 天啊 那刚好小女儿是我抱着她 因为那时候还很小 所以抓得紧紧的 所以还好她没受伤 每一家五口都在车上 对 一家五口 全车都每一个人都受伤 包括士气 有一个弟兄 他就是我们车上大概14个人 那这14个人当中 唯一他没有受伤 那他就为每一个人按手祷告 奉耶稣的名 用一半的中文一半的英文 为每一个人祝福祷告 然后帮每一个人打电话 是你们同行当中的一位 对 同行的每一个人 他是最后一个人上车的 是最后一个人上车的 我们不认识的 不认识的 是其中一个旅客 因为我们大家都受伤 只有他没受伤 然后他帮我们打电话给每一个人 后来我打电话回去的时候 找不到他 天使耶 是 真的是天使 后来十几年后 对 十年后 刚好满十年的去年 大概这个时候我找到他 因为我们刚好有共同的朋友 对 后来他也来台湾 我们也见个面 对 好特别 在2011年的时候 我们从也是 通常是美国 我们会暑假回去看爸爸妈妈 在七月的时候出了一场车祸 改变了我们对服侍的一个态度 你们原来是怎么想服侍这件事情的 因为本来就是把美国那一套 带到台湾来 但是是福音还是要本土化 你还是要按照当地的需求 对 所以当下我们真的是把所有的事工 都沉淀下来 等于是重新开始思考 我们开始就 本来是把社区的孩子带到教会 后来我们开始转型 就我们就融入到社区里面 开始转型在我们的陪读班的事工 因为我们服侍的对象很多都是原住民的孩子 他们是父母亲从偏乡到花莲工作 可能是一些的服务业的 所以我们发现说这群的孩子 他们早餐可能没有早餐吃 因为爸爸妈妈可能去上班了 中午当然学校供应午餐 那晚餐我就说我们孩子也要吃 那我们就多煮一点 然后开始这个陪读班的事工 所以不是只是供吃吗 对 可以有客服的部分吗 你陪读班 品格教育 一些音乐 或者一些的语言上面的一些的教导 就牧师师母自己下来教 主要是师母 师母 我帮忙煮饭 很好 有这个大厨帮忙煮饭 吃的都是法式料理 这才多幸福 那师母你自己在跟那些孩子 互动的过程当中 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吗 好像他们是过来学习 可是我觉得从孩子里面 我可以学到很多 我们就是陪伴跟关怀 对 所以有很多时候 家里出了状况 家长会很信任我们 把孩子交给我们 有时候家长没办法 照顾他们的时候 他们会把他们送来我们家 对 你们后来还自己买一块地 来做这个陪毒班吗 是 我们后来买了一块农地 其实是 我们希望说 帮助这些偏向的孩子 回到他们 可能原来的环境 因为都是在乡下长大的 摸摸土 碰碰鸡 碰碰鸭 鸭 这些比较轻松的 像我小时候长大的一个环境一样 是 但是也要拿出一笔费用来买地 是 那对你们来说 也是一个 信心的一个表现 是 我觉得说 财务都是神所想赐的 我觉得说 我们投资在神国里面 也特别是投资在这些孩子们身上 让他们从小认识到神 所以师母对牧师上这些决定 你都是全力支持 对 我觉得这也很不容易 因为有的时候自己还要 不只是花行丝 没错 你甚至还要拿出一笔费用 是 然后奉献出来 买一块地 那其实必须要 在服侍当中 夫妻都要很同心的 对 神真的透过你们祝福好多孩子 祝福还是祝福他们的家庭 是 我觉得说祝福他们孩子 他们未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 或者是说一个祝福 说没有困难是假的 但是我是觉得每一次想要放弃的时候 神就说不要放弃得太早 相信我 然后再继续前进 因为看见家乡当地的需要 劳如林与太太柯一如自身投入社区关怀 用爱陪伴需要照顾的家庭 我们当时教会的大人才二十几个 但小孩可以来到六十到八十个小朋友 因为父母就是连周末都要工作 然后就是没有时间照顾小孩 然后就听到免费的教会 所以会帮忙教英文啊 手作啊煮饭啊这些东西是免费的 他们就会把小孩放到教会 可能我放学 不会只有我一个人放学然后回家 是跟着一群就是 年纪可能比我小一点点 但就是他们自己回家是没有父母的 然后所以就是会一起就是无论是一起写桌 也一起吃饭 但其实蛮多时候也会起一些冲突的 对因为就是突然要跟一些不认识的人在一起 那但这个流动性也很大 然后无论是家长突然需要为了工作去别的地方 或者怎么样 就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人也会不一样 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 但就是很还蛮感动的 就是无论是要雇自己的小孩自己的教会 还要带其他的小朋友 但我觉得他们就是认为这是神要他们在花莲做的事情 甚至在台湾做的事情 就我过去部落的牧者来说他真的非常奇特 而且就是突然从外星来的一个 观念 想法 做法 我觉得都非常不一样 比如我们大概就觉得大概就只能做出一 顶多二 但是他还可以四五六七八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来讲 对于梦会来讲 其实我慢慢的会去学习他一些观念想法 因为他很多都会 所以其实在教会上面服饰的时候 会很需要像他这样子的人 因为其实在教会里面服饰有 会有很多不同的状况出现 那如果你只是会单一的时候 你很难可以很及时的去把状况都 就是很快的处理 就是一个很不一样 因为如果你自己都在教会 你只是在教会 可是他是走到社区当中 从美国回到台湾 后来又辗转落地在花莲 你这么一路在当地的服饰 其实时间也蛮长了 差不多有16年了 是的 这一路过程当中 我觉得这样梦会要做客服办 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有没有曾经碰过什么挫折 一度甚至会觉得想要放弃的 或甚至有没有曾经也怀念以前 在美国的日子这样子 说没有困难是假的 但是我是觉得每一次想要放弃的时候 神就说不要放弃得太早 相信我然后再继续前进 那在跟这些弱势家庭 跟这些孩子互动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孩子的故事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我们有一对姐弟 那她妈妈是因为常常酗酒 然后骑车 没办法缴出那个罚款 所以就必须要被关 那其实照理讲的话 应该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就是 就是到最亲的那个亲戚家族 那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被安置在机构里面 对 因为他们两个都还在国校当中 两个孩子 对 两个孩子 然后那时候我就跑去跟妈妈讲 我说 其实你还有第三个选择 那我愿意 我愿意帮助他们 就是在妈妈还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我愿意照顾这两个孩子 因为亲戚的话 他们都住在郊外 所以不是靠近学校 所以他们必须要开车半小时 一小时这样子 所以其实对亲戚来讲也是非常的困难 那如果是安置的话 因为有两个孩子 会在不同的地方 那不同的地方 到底他们的地方 是不是离学校很近呢 有没有可能还变成是转学 还需要转学的问题呢 那我就说 那最方便的方法就是 我照顾这两个孩子 结果后来这三个选择 她妈妈竟然选了第三个 对 所以就相信我 所以其实我们照顾的这些 弱势家庭的孩子 其实里面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故事 是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我可以在他们的生命 做一点点的影响的话 我觉得我这一生值得 对 那师母有没有看到 特别让你感动的孩子的转变 我们这些孩子 有的是来自特殊家庭 所谓特殊家庭就是像家暴 他们目睹到家暴 或他们自己被家暴 对 那刚来我们陪读班的时候 因为我们陪读班大部分的学生 都是学校转介过来的 他们都是有一些的 都会有指定的社工 然后我们再去学校去造生 跟学务处造生 对 那有一些学生 比较特殊的 他们来的时候会害怕 会想 就是人际关系也不是说很难 然后想要躲藏 或有的是比较反向就是很暴力 很暴力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 就是要赢得他们的信任 因为他们在原生家里 可能出了一些的状况 没办法得到大人的信任 但是来到我们这边 我们用爱 用主的爱去 去关怀去陪伴 然后让这个孩子慢慢的 慢慢的去改变 那这也是我做陪读班 那么多年 我希望所看到的 希望他们的生命是被改变 被主的爱改变的 所以说孩子陪读班都毕业了 还会回头来找你们 对 对 每次看孩子 想大了 就变成自己可以继续自身下去的 一个力量也是 是安慰吧 是安慰 对 牧师对你来说回到花莲 然后又耕耘了这么多年 是 你应该感触也还蛮深的 唯一到小时候玩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我能够回馈到我的家乡 这是我的最大的荣幸 你们也带着克服孩子的过程 也就一起带着自己的孩子 是 对 我们三个孩子基本上 因为很多的时候都是 孩子们的同学或者同伴 所以等于是这个关系就拉近了一点 所以孩子们也自然而然也接受这个环境 刚回来的时候 我刚回来 我们没有把他们放到国民教育 因为那时候不确定是不是会留在台湾 哦 所以孩子真的也是一路你们带在身边 自己全围 是的 生母 生母 然后到克服班他们出品有时候 也可以当着小老师之类的 是 那感觉也是你们自己在凝聚自己亲子互动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时候 是 因为我们吃饭就希望说大家能够坐下来 让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家庭生活 所以所谓的一起用餐是包含克服班的孩子 对 就感觉还这家人好多孩子 是的 所以牧师你从过去 哇 盘整一下 你看做了 小的时候在华人长大 是 然后全家移民到美国 是 然后原来想要念护理念医的 结果转转去念了蓝带 是 变成一个法式高级料理的厨师主管 然后又去了NBA 然后又去建筑业 是 然后又回到台湾 是 墓会 然后再开科普班 我觉得这个转折 这样转转转转也是觉得 神的安排很神奇 是 以前做的这些事情到现在 墓会也都有帮助吗 对 绝对是有 因为孩子需要有时候要包扎一下 做一点他们喜欢吃的 或者做个点心也好 帮他们修修电脑 当然科业上面我可能没有办法帮他们太多 可以教他们英文 对 至少我可以陪他们玩耍 是 所以很丰富 是 感谢主 到最后有没有一些话 要想跟我们观众朋友来鼓励分享一下 对 我觉得人生有高有低 但是我觉得我们抓住这个信仰 特别是这个家庭 在困难的当中 我们更要能够彼此的扶持 紧紧地抓住对方 更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 我觉得我们的人生的转折好像很多折 对 但是只要相信神的应许 抓住神的手 然后一路的跟随 那我相信 相信耶稣是最大的祝福 阿们 真的 我看到两位故事就想要保罗那句话 不管在什么样处境 或凭借或满足 或很富有 或甚至什么都没有 或不管怎么样 不管到哪里 心里头都有平安 阿们 对 真的在两位身上看到非常美好见证 谢谢你今天来 谢谢 谢谢 大家好我是达民牧师 老牧师和师母让我想到圣经上的一句经文 刚刚师母也说到 他说赏赐是耶和华 收取是耶和华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意思就是说 上帝有绝对的权柄 我们需要把我们这一生都交在神的手中 那的确是丰盛美好的祝福 而且人生是丰盛爆炸 恩典满意出来 你看看老牧师 他有很多的经历 他做过法式的大厨 后来摇身一变 又成为NBA拓荒者队的这个采购业务经理 他每天要面对80个餐厅 300个厨大厨这个需要的食材 那是多高张压力的这种工作 所以师母刚刚自己讲了 那师母要在产房 他连陪师母的时间都没有 后来又转换另外一个行业 日进斗金做这个建筑业 我很难想象 像这样的一个工作 怎么可能变成牧师 各位上帝通通安排好了 你记得老牧师刚刚到了美国 小学那个阶段 他碰到了语文老师 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 然后他到了初中做翻译 他又碰到一个很爱主的牧师 六七十岁的 不断去服侍别人 在牧师身上他看见了耶稣的爱 所以在他幼小心灵里面 他已经决定要做宣教的工作 后来回到了台湾 他经历了上帝不可思议的工作 为什么他回想起来 上帝其实要做牧者的工作 因为两次的车祸是生命的关键 他们知道他们的这条命 是耶稣捡回来的 所以毅然决然 刚刚我讲了 中间很多过程 从花莲到了国外 中间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又从国外回到了花莲 回到起初的爱 只是为了做一件事情 就像那个语文老师 就像那个牧师 把自己的生命 陷在祭坛上 让更多人来享受 耶稣丰盛的爱 弟兄姐妹 真的很棒的见证不是吗 从哪边开始 从哪边就结束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水叔谢谢你 好像老牧师一样 我们绕了好多圈 我们做了好多事情 我们只是为了一件事情 就是经历你的爱 分享你的爱 我们只是要扶持软弱的肢体 让更多人感受到 水叔在这个弯曲被灭的时代 是有盼望的 弟兄姐妹 在这个弯曲被灭的时代 是有盼望的 你可不可以做一件事情 你已经认识耶稣 更多来亲近神 你已经 你还不认识耶稣 你要不要试看看 来接受耶稣 主啊 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 我们能做得很有限 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给你 也祝福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让我们更深来经历你 盗贼来是要偷窃 杀害毁坏 可是你来是要让我们 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耶稣祝福牢牧师 他们一家人 也祝福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得着那更丰盛的生命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感谢主 耶稣爱你 定义要赐福于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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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